听的时候呀 我们都是想怎么跑就怎么跑 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可是到老了呢 有些人就总喊 哎呀膝盖疼 直到自己膝盖老化了 想要养呢 有的人说那我就静养吧 而有的人说不行 我得运动 其实啊不运动和运动过度呢 都会使膝盖受损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哎 今天木子啊 就教大家一个可以养护膝盖的小动作 可以呢找一个自己家里的墙 站在墙旁边 两脚打开 然后背靠墙下蹲 膝盖呢最好不要超过脚尖 这样坚持到坚持不住 起来休息就行 每天可以做三到五次 那这个动作呀 可以增强大腿的肌肉力量 延缓膝盖衰老的速度 除了每天做这个动作外呢 大家还要多注意补钙 多吃一些含钙高的食物 比如牛奶 都吃贫 还有要控制好体重才行 那这个小动作不知道你学会了吗